现在住饭店要特别小心 有网友带着家人一起住进花莲远雄月来饭店 使用水疗池的时候 排水孔突然破裂 导致了整个人是直接被吸在池底动弹不得 对此饭店也紧急发出了最新声明回应 还原经过 但是当我一蹲下来 往旁边移动的时候 一经过那边我突然瞬间被拉下去 男子整个人被水疗池的排水管牢牢吸住 呈现V字形 他用力伸长脖子试图浮出水面呼救 但不到一秒又被吸回去 就像有三个壮汉在拉住他 男子只能大力拍打水面求救 试了三次都失败 眼看就要灭顶 男子用尽最后一口气 用力一扯终于挣脱捡回一命 这已经是事发的第四天 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痕迹 就是那整个排水孔的大小 就算是隔多天 男子一想到当时情景仍然心有余悸 14号下午 他带老婆小孩入住华莲的饭店 食用饭店里的水疗池 美好的旅程就从这里变了掉 那我就继续跟孩子在水里面玩 你追我我追你的游戏 到了那个位置点 小孩子突然沉下去 以为是他是不是踩空 我还我赶紧把他抱起来 我笑他说你要学游泳 不然以后吃到水怎么办 才刚笑完儿子 但是没想到轮到爸爸下去泡石 下方的排水孔盖突然爆开破裂 瞬间强大吸力将他整个人往下水道拉进去 整个把我屁股吸住 嗯哼哼 就是整个马上把你拉到水底 坐在那边 我头是淹没的 但是我连救命都喊不出来 因为我上去的瞬间 马上又会被拉下去 尽管爸爸身高有177公分 体重90公斤 仍然不抵水的拉力 更痛批事发当下没有救生员协助 如果是孩童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都没有人来救我 救生员都没看到 二年级以下的孩子 嗯 他的身形瘦小 直接就进去成为市中门口了 那现在我们的舍疗池呢 正在做全面的检查跟维修 那有造成旅客受伤的这件事情 那在此这个远雄越来大饭店 由衷至少最深的一个歉意 原本全家出入的幸福时光 却意外差点变成绝命终结战 张先生无法接受决定走法律程序 警方也将以刑法过失伤害罪调查侦办 这种方向前徐利勤欢迎报道